執行開工時間拖太久 所以後來預算的錢就不夠 我當時就下定決心 台北市怎麼先貼錢 如果當時不做任何動作 跟中央就在那裡每天公文往台 到現在為止別的還沒蓋好 這個案子是這樣 這也是我們目前台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中央跟地方不應當是因為黨派不通 就去卡人家 大巨蛋是一個歷史 北流是另外一個歷史 公文有需要走一年多嗎 行不行 我當時的態度是這樣 因為錢不夠 反正隔了十年 物價上漲 公司上漲 所以錢不夠 那台北市政府還是咬緊牙關先墊 那我們再跟中央商量說 那個差額是中央願不願不住 我不會說讓公文在那裡再跑來跑去 到現在如果是採取那種態度 就是說我不要負責 到現在北流還沒蓋好 那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事情塵埃落定 那我就只能說蔣萬安加油 中央要補助就補助 不補助就台北市政府把它墊起來 把錢補進去 至少這個北流已經蓋完了 就好好使用 缺多少錢我們就處理掉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